大家好,我是Chusha,歡迎收聽安博足球快訊 星期五凌晨,歐洲聯準決賽次回合同時開球 到其時,格拉斯哥流浪將分道主場應戰RB萊比錫 兩隊近期都沒有力量去贏球 格拉斯哥流浪近四場只得一勝兩獲一虎 而RB萊比錫近三仗還輸足兩場 在雙方都沒有必勝把握的情況下,雙方是有機會打和的 在五月第一場球,格拉斯哥流浪就有場老志豪打比 他們著客挑戰謝路迪,最終的結果就是1比1 雖然格拉斯哥流浪創造了不少機會 當中有為球隊攀平比分的沙卡拿 他曾經在比賽中擊中了門框 但從結論來說,格拉斯哥流浪已經過控賽事兩仗贏不到球 另外需要指出是,未能贏得這場直接對話 令格拉斯哥流浪爭奪蘇超冠軍的可能性大幅降低 始終現在聯賽只剩下三輪 而且他們落後撒路迪六分 更加不利是,頭號射手摩里路斯金將依然因傷缺陣 而第二射手基馬路菲雖然有望復出 但狀態現在亦不能確認,今次如果想實現逆轉 祖爾阿里堡及沙卡拿都要拿出更好的表現才行 在陣容方面,後衛希蘭達及中場客傑要缺陣 說回RB來比錫 過去兩輪聯賽先後輸給柏林聯同無順加柏 現在已跌入積分榜第五位 不過幸好只是落後第四的廢雷堡一分 增四的前景依然樂觀 之前與格拉斯哥流浪的手回合交流 主場出戰的RB來比錫佔盡優勢 空球率有70.5%比29.5% 射門數是10比7,其中射陣數是4比1 他們最終憑著太辛迪的建功1比0小勝,為晉級佔到先機 稍為可惜的是,拉馬和尼昆古都未能把握破門機會 唐日首回合能以更大比分取勝 RB來比錫次回合將輕鬆得多 現在最困擾RB來比錫最大問題就是三戰作戰 令球隊過於疲倦 而且又不可能像法蘭克福那樣完全放棄聯賽 始終球隊需要保住前四位置 拉這個情況令RB來比錫容易要尖前顧後 之前對無信家拍的比賽又盡派主力 不過好在首回合取得到優勢 RB來比錫今鋪只要保住不輸的話 就可以進軍到決賽了 在陣容方面,中場希達拉因傷決贈 喜歡這條影片的話,記得按LIKE 以及訂閱我們的頻道 再分享給你的朋友觀看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,BYE BYE!